出站的时候把票交给站员 看到这个牌子我突然想起来 我第一次来松山的时候坐机场大巴 然后下座站下到这个JR的车站 拍过一次这个牌子 突然间想起来了 松山是日本四国地区爱源县的首府和最大城市 是该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整座城市位于四国东部面向赖湖内海 拥有美丽的海滩和自然风景 城市内的景点最有名的 当属历史悠久的松山城和道后温泉 因为离晚上的飞机还有点时间 所以打算去松山的市区市中心逛一下 如果是长时间观光的话 可以买这个一日乘车券800块 单次乘车是180块 然后有不同的线路 松山市面积约为430平方公里 地势起伏较大 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 包括山脉 河流和海岸线 当前人口数量约为50万3000人 是四国地区唯一一个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 虽然松山市在爱源县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 但在全国范围内其经济规模相对较小 四国地区经济实力排名低于隔壁湘川县的高松市 不过松山市是四国地区一直以来票选最宜居的城市 老宋要坐晚上的飞机飞回东京 所以来测试一下可否用三个小时的时间 游览松山市内的各大景点 游触松山市是三国谷 大喷神出南的跨引 如果松山要来一个地方的话呢 推荐的应该就是来道后温泉了 这应该是最特色的地方 其他其实都还好 城堡啊什么的地方 其他地方都有 然后商店街其他地方都有 但道后温泉真的是 松山的最特色的地方 道后温泉的这个战厅 然后战厅也是被星巴克给攻占了 不过这个星巴克其实挺有名的 这好像是酒店的专车 还挺特色的 道后温泉门口也有这些人力车夫 道后温泉站前面有一个 这个暴石钟 人偶暴石钟 这还是挺有名的 在整点的时候呢会暴石 刚好等一下可能会要 快到四点钟了 上面的顶好像升起来了 出来什么东西了 人偶出来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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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嗯 好 好 危 嗯 一番丸 啊 nou 不 啊 啊 啊 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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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棚 有的 你准备了 你准备了 准备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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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